外网300万下载的枕头包更新了 没错 它就是更好的MC 在之前的版本中 这个枕头包的人气可谓是相当的火爆 为玩家完美展现的MC更好 更真实的样子 那么当它更新到1919的新版本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哟 兄弟们早上中午晚上好啊 如大家所见 我们现在出身在了 呃 高达20格的树上 算了不管了 我们一个一个挖下去就好了 好家伙 一棵柏树 我们就获得了一组原木 我感觉这一组原木 就够我们用很长时间了 而起着挖掉木头以后 这些树叶会有非常好看的飘落效果 这也太真实了 附近的地形似乎不太适合生存 连太阳也晒不到 我们不如去原点的地方看看 诶 蜗牛 我记得在之前的版本里 蜗牛是可以骑的 还能把箱子放到它们背上 蜗牛吃什么 算了 虽然蜗牛很可爱 但再不走出森林 天就要黑了 还是之后再来抓苦力 啊 不 咬蜗牛 前面好像看到白话铃了 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 充分 我特别来了 逛了一天 虽然风景秀丽 还结实了新的伙伴 但是 我怎么连个村庄都没找到啊 啊 这个洞好像是只坐下面的 如果找了个大挂洞 我们就发财了 等会儿 那边蓝色的晶体 不会全都是钻石吧 可是我们没有水桶 哎 刚好附近有点铁矿 我们直接把水桶做出来 然后一个非常帅气的落地水 哈哈 我们就非常顺利的来到下面 这个矿洞真的大呀 而且怪物也是真的多 你看这四个僵尸 卖着六七不认的步伐向我走来 六七不认啊 惹不起惹不起 这地上居然还有瓦罐 胡萝卜 猪网 你好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爬开呀 这些怪真的好烦啊 算了 我们就在这个矿洞里 搜集点资源吧 看看有没有 什么声音 哥布林地金 好家伙 在地下洞穴做生意 等等 这是 哇 金色传说 你也太会做生意了吧 一个粗铁可以换链 快铁链 你真的是来赚钱的吗 而且绿宝石还能换链棒 这不跟你将一波 都对不起我自己 等等 完了 我的铁链才刚刚烧完 现在啥都没了 哎 你别走啊 我跟你换点煤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好吧 我去挖点铁矿回来 我这个人呀 对朋友没得说 你看 我还给你搭了一个新房子 怎么样 满意不 坏了 刚刚我以为是钻石 结果只是一种 类似紫水晶的矿物 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而旁边的金色矿物 也是一种水晶 听起来叮叮当当 挺清脆的 但是实际上 没啥用处 哎 不是 算了 算了 好兄弟 我来找你换东西 人呢 我那么大个胳膊连地筋呢 不是 我都用栅栏关住了 怎么还能说没就没啊 亏大了 我身上的粗铁 失去了双倍的机会 现在也只有钻石 能抚慰我受伤的心灵了 还好 这个矿洞的钻石还挺多的 最后我找到了四颗钻石 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离开这个矿洞 出去看看了 兄弟们 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这是传送们遗址啊 而且箱子里还有黑小石 我们还有钻石稿 直接在这里搭出来一个下界门好吧 音响直接开起来 对了 刚开始玩MC的时候 还没有速度很交注 船子门就是这样搭的 我们直接点燃下界门 然后直接进行一个撤退 嘿嘿 没想到吧 你不会以为我现在就要去下界吧 你不会真以为能猜到我吧 其实我是想找个村庄来的 你想啊 这游戏都开始四个小时了 我连个村庄都没找到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地图上好像出现了聪明的头像了 我们不会真的找到村庄了吧 可以 舒服了 看看这满村的村民 再看看这一箱箱的食物 太舒服了 这里甚至还有一个传送石碑 那我们以后回来就非常方便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其实这期节奏比较慢 我也在游玩的过程中观赏了不少风景 但只是这个世界全貌的九牛一毛罢了 我们下期先去下界看看 未来的MC下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吧 我是裤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